我們看一下這題目 設A為正式數且滿足A的√2次方等於√2 試問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那麼這是多選題 首先我們看A這選項 A平方是等於2 那麼這敘述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要得到A平方 那麼我們是用A的√2次方 去取這√2次方 那麼這時候呢 這是等於√2去取√2次方 那麼這裡我們得到這次方相乘 這才是A平方 那麼這等於 這是√2 取√2次方 那麼這並不等於2 所以A選項這敘述是錯誤的 接著我們看B這選項 Log以√2為底的A 是等於√2 那麼這敘述是錯誤的 因為呢我們用這個式子 那等號兩邊我們同取 Log以√2為底 所以呢我們會得到是Log 以√2為底的 A的√2次方 那麼這會等於 這是Log以√2為底的√2 那麼這裡呢我們算出 就是等於1 這時候呢次方拿到前面去 所以我們得到這是√2 去乘以 這是Log以√2為底的A 那麼這等於1 所以等到兩邊同除以√2 那麼我們就得到 這Log以√2為底的A 這是等於√2分之1 所以呢這並不等於√2 所以呢B選項是錯誤的 接著我們看C的選項 Log以A為底的2 是等於2√2 那麼這是否正確呢我們看看 可不可以把這個式子化為這個式子 那麼由這裡呢我們先得知這是A的 2√2次方是等於2 所以呢我們兩邊再取2分之1次方 那這裡次方相乘我們就會得到這是 A的 A的√2次方 那麼等於2的2分之1次方 就是√2 那麼跟這式子一樣 所以呢 C選項這敘述是正確的 我們要打勾 好 接著我們看D 這個選項 A 大於1 好 那麼 我們由這裡 A的√2次方 A的√2 是等於√2 那麼√2是大於1 1呢可以寫成是A的0次方 所以呢 這A的√2次方是大於A的0次方 我們有的式子得知 這底數A 是大於1的 因為次方根號2是大於0 所以代表這時候底數呢 是大於1的 因此呢 D 這選項是正確的 好 接著我們看1 這個選項 好 那麼 A平方 小於2 那A平方呢 我們在A這裡 好 一定算出 那我們再算一次 要得到A平方 我們是用 這A的√2次方 去取 這√2次方 那麼這會等於 這是√2 括號的√2次方 那麼這時候 這A平方 是等於 這是√2的√2次方 那麼我們寫成是 這是2的 √2分之1次方 括號的√2次方 所以這是等於 2的這次方相乘 這是√2分之√2 好 那麼 √2分之√2呢 是小於1 那因為底數2是大於1 因此呢 2的 2分之√2次方 會小於 2的 一次方 因此呢我們就得到 這 A平方 是小於2 這個答案 因此呢 1選項 這敘述是正確的 所以呢我們這題答案要選 CD1 這個答案 我們是 我們要選擇 我們要選擇 我們要選擇